北京时间10月5号晚9点 中国亿万富豪郭文贵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新闻俱乐部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美国日本等国主流媒体以及多家华文媒体到现场参与了报道 郭文贵在现场表示 他的唯一理想是改变中国 实现他所谓的国旗条 他在现场散发了中国国务院办公厅 及国家安全委员会 与今年4月份联合下达的高级别保密文件 其中提到将派何建峰等多名国安部警察赴美国进行执勤工作 他揭露为了渗透海外 中国政府除了蓝金黄计划之外 还有一个特别计划 第二个计划叫3F 这3F就是让搞弱美国 搞乱美国 搞死美国 这个计划不是荒谬的 它是存在的 而且美国CIA FBI部门 多是有听到有感觉在了解 他还警告说 美国的自由基础正在被严重削弱 谈到朝鲜核问题时 郭文贵说 中国和北朝鲜之间解决的问题可能性是零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美国政府 我相信他们还不知道的有关中国和北朝鲜的一些绝密信息 我准备提供给美国政府 对美国政府了解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的问题会有巨大的帮助 此外郭文贵原计划10月4号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公开演讲被推迟 对此他说 我昨天和美国的政府部门也有见面 然后我就到了洗手间 我将这个用生命换来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这三个文件我烧掉了 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世界上 郭文贵在提到新疆和西藏时还表示 他将会给美国政府提供事实 证明中国政府在新疆和西藏的所作所为 比人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这次记者会由美国保守派报纸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记者比尔戈茨主持 郭文贵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中并没有惊人的新爆料 并且除了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之外 没有其他的资料佐证他的很多说法 与此同时 中国公安部部长郭生坤近日抵达华盛顿进行访问 10月4号 他和美国司法部长塞森斯 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 共同主持了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 此前有报道说 郭生坤可能要和美方讨论 将郭文贵遣返回中国的可能性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允和韩杰的报道 主持人的事情 请问一下 郭文贵问